其实在这个事情我们外界看 我拿1972年的水门案来做对比就知道了 水门案当时花两年的时间 有个深喉咙 他告诉你消息来源 他不断摇 他不敢露面 这事情还有得少啊 今天所有事情的发源就是他被录到音 其实裴伟的说法早就已经改变 你不要相信啊 他一开始说这是变造的录音 那昨天就浅秋有讲说 那个是股东会之后的闲聊 那表示录音是真的嘛 那内容部分为什么敢讲说直达边境的 我安慰一下股东碰轰 那所以你一开始为什么说那个录音是假的 那就是你嘛 而且还要那个陈建平出来执认是你 一开始你也不回应啊 我在忙开会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跟总统 他没有说假的 他说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啊 对啦 他说变造 他说变造 他讲简洁啊 重点是我们不用管简洁前文 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总统还有高层 你跟府跟院有沟通 这事情倒是不是真的 那现在讲说没有啊 是我自己想的 那其实他有另外一部分 那个保哥比较清楚 那你在董事会当中 你让董事相信这个东西 那个董事会做成的决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背信 或是造成一个决议的问题 倒回来看 因为他现在已经设断点了 我没有跟总统的 总统府跟行政院应该也就表示蛮意 对对对 我们也是没有跟他联系 然后呢 除非有人掌握了他跟总统通话的内容 跟时间地点 要不然这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讨论 可是不会再往下烧啦 因为你没有市政啊 你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他们可能 就像刚刚玉敏讲 他们可能不是直接一对一致讲的 他可能透过什么样的第三者 所以我没有跟总统直接 总统府也出来否认 张团然讲说 总统从来都没有直接介入 可是外界为什么会认为 他们的关系那么近 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件事 是这段期间以来 在新闻圈也好 在政界也好都知道说 听说裴伟总编辑跟蔡总统很熟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 为什么不是跟马英九很熟 为什么是跟蔡英文很熟 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东西啦 第一个就是说 股东里面显然内讧 新股东跟旧股东之间不合 经常会这样子的 我引进的股东拿很多钱 然后你一下钱烧光了 往哪里烧 然后还要再增资 我不愿意增资 引进新的股东来稀释我的股 就是股东之间会内讧 不爽 因为蔡英文跟赖清的人马 也在那边内讧 民进党内讧 那你看上报开始攻击 静周刊的财务 上报是谁的 赖清德的 显得赖清德影响的 赖清德人马为什么要攻击 静周刊呢 进电视呢 那因为赖清德很怕 蔡英文把电视拿去后 赖清德想选举 蔡英文在上次一样 记得上次造赖清德一堆像是谁造的 就是静周刊造的嘛 所以他这四年 两年多了 差不多两年 两年多以来 一路一脉相承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在嘛 再加上静周刊最近去 说人家的论文 先讲了谁 讲了张善这样 讲了高宏还讲了一个什么 还有林志庙 林志庙 反正这些事情 林跟人 林跟人 不是 我是说他迁倒林志庙 他弄完了以后 然后呢 民进党候选就把这个静周刊 做成宣传品 然后到处撒 然后你说 你这个意图神不当选啊 在造谣回报 我哪有是静周刊登的 所以他整个 他只能一贯作业下来的 所以大家就会怀疑啊 那你为什么静周刊 今天时间搞这些 为什么静周刊 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叫媒体不需要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讨好蔡英文 讨好民进党 为什么就交换进电视 所以他整个 为什么他相信 主要这个原因嘛 来 这个郭元 他实际上有三个事情啊 第一个是争取执照 那个过程中 有另外两家被刷掉嘛 台数科 台数科跟淮宇电视啊 所以才会传出一大堆抱怨 就凭什么他过 而不是我们两家过 因为那个频道是商业电视台 过去十年 从来没有一家通过 而且他的 新闻台 政府标案的占比占了几% 你怎么可以这样搞三月电视台呢 这是执照的部分 那这个事过境迁 所以佩伟现在可以讲啊 因为他已经得逞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报 现在报出来就是因为 他经营不散 还要给他抢频道 现在他是换频的问题嘛 那所以他现在又不能得罪政府 那最近他为什么一系列做出讨好 那个执政党的动作 因为他要换频嘛 那这里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经营的这么差嘛 就是因为他没有钱 可能烧到年底就没钱了 所以他急着换频 换频到主流频道才能够赚到钱嘛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